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外观几乎和保时捷马侃一模一样 如果不细看还真分不清谁是谁 因为模仿的非常到位 仲泰的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从2015年开始仲泰汽车全年累计销量 从22万辆迅速增至2016年的33万辆 和2017年的31.7万辆 保时泰风光的时候 年营收一度超过200亿 可以说是尝到了甜头 然而如今却迎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据仲泰汽车此前发布的公告显示 销量营收均出现大幅下降 公司预计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亏损约60到90亿 同比下降850%到1225% 更让众人意外的是 在今年2月份仲泰汽车的销量竟然为零 并且据有关消息显示 目前仲泰汽车除行政部门 研究院和新能源物流部门复工外 燃油车制造工厂仍未复工 2020年的仲泰看起来真的是举步维艰 就有自取的结果 仲泰的落寞其实也是能预见的 许多车企都开始正式研发了 仲泰还在山寨 只依靠量力的外形 是不足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仲泰现在依旧不思进取的赚快钱 不过这个套路是一两次就够了 多弄几次没人会买单 况且仲泰的质量问题 也在近几年开始逐渐显现 各种毛病也接踵而至 质量口碑的下降 也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注独栋区为你带来更多财经资讯